荣耀MagicBook 深度评测 4月19日,荣耀正式在上海发布了首款皮尾尔产品 荣耀MagicBook 一款长达12小时的轻薄独显皮尾尔 它搭载了满血版的MX150独立显卡 时下主流的8核Intel芯片 产品售价为4999元起 极具性价比优势 荣耀MagicBook作为荣耀第一台高性能轻薄本 是荣耀正式进军皮尾尔市场的重磅之作 更是延续了作为互联网品牌的金所在 致力于满足年轻人的需求 在PC这个相对于传统而成熟的行业当中 RAW将用潮流设计强悍性能智慧体验 可靠品质为年轻人打造一款 不用担心产品重卡顿散热差 噪音大价格昂贵的一本产品 RAW MagicBook搭载满血版的MX150独立显卡 性能高于普通机身显卡4倍 采用极简设计 机身最薄处为15.8毫米 轻质1.47千克 为携带方便而来 配备了57.4瓦的大容量电池 使用时间长达12小时 轻松使用一天 杜比全景声音响系统 为用户带来更为强悍的 立体声的听觉声音 随着制程工艺的进步 传统笔记本电脑已经逐步向轻薄化了 但纵观整个笔记本电脑市场 很多轻薄本的厚度 还是在16至18毫米左右 实际使用起来 还是明显能够感到 笔记本的厚重度 如何满足用户对笔记本产品的 性能要求 同时又兼备高颜值携带方便 成了荣耀最先考虑的问题 在外观上 让MagicBook非常的轻薄 边宽度最窄的地方 只有9.6毫米 机身最厚处也仅为15.8毫米 让MagicBook正面 背面 键盘面 都是金属机身 每一面都能做到 简约大几 产品轻质1.47千克 非常的轻薄 单手就能将笔记本轻松拿起 携带出门无负担 等于荣耀在手机上 所积累的屏幕和结构系数 让MagicBook13英寸的机身 塞进去了一块 14英寸的屏幕 边框达到了极致的5.2毫米 高达81%的屏占比 带来了微边大视野的体验 採用了1920x1080P的高清显示屏 配备了16比9的宽屏显示 让细节都能呈现的曲曲无声 生动即真 对于很多电脑用户来说 电脑屏幕经常出现反射头顶日光灯 看不清屏幕的问题 让MagicBook还贴心的贴上了防劝光屏幕 它能够慢反射刺眼的光线 在夜晚使用时和开启护眼模式 有效率调有害蓝光 缓解眼部疲劳 使得一提到是 NoMagicBook 护眼模式是经过国家眼科中心专业认证的 除此之外 NoMagic具有打开盒设计 可打开近180度 用荣耀MagicBook站着办公 或者与朋友在沙发上包去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 在保证轻薄弹幕影响体验的情况之下 它采用了台式电脑的全尺寸键盘 1.3毫米适中键照 让工作区域内键与键之间的距离 更接近于人的直接运动距离 达自更舒适 晚上或一暗天气之下 NoMagicBook 还有两种暗度三级调节的键盘背光 可根据情况调节适合的宽度 键盘上设立了独立的F2按键 轻松单指切换各种功能按键 增加了麦克风 静音开关 电脑管家快捷键 Wi开关快捷键 一键开启 方便易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